北明有声 每一扇门后都似乎隐藏着怪物 整座医院随处都能看到病患挣扎反抗的痕迹 墙壁上的涂料抹了一层又一层 表面看着纯白无瑕 其实里面早就已经烂透了 散发着一股腐臭味 这里处处都透着不正常 但就是感知不到鬼怪的存在 成哥的无感本就远超常人 他进入医院里以后没有感知到危险 只是浑身莫名的不舒服 仿佛一个大活人被扔进了泥潭里 在医院外面 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白猫 进入医院内部后反而是放松了下来 他迈着猫布跟在成哥的旁边 不时好奇地朝着周围扭动脑袋 不要答应你 祖州医院的夜晚就是这样 你应该庆幸 自己没有遇到病人 和夜班的医生 他们一个比一个恐怖 就算成为了红衣 雪蓉回想起某些记忆 仍会感到害怕 你确定吗 我怎么感觉好像所有厉鬼 都在今晚离开了一样 成哥推动病房的门 看见了床边病人留下的自己 谁能带我离开这个病态的世界 为什么这里的所有人都觉得世界是病态的 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生了病 所以才看到世界才是扭曲的吗 诸如此类的自己 纸条和刻痕有一大堆 成哥觉得医院是有意在制造这样的氛围 一个正常的人被告知生活在病态的世界当中 然后祖州医院通过种种疯狂的手段展示那份病态 获得了那个正常人的认同 而一旦认同了这个观念 那个正常人也就真的变成了病人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动摇 这个世界就算再不完美 那它也是真实存在的 仅仅只是穿过了一条走廊 病态的世界这几个字眼 就已经在他的眼前出现了无数字 成哥现在终于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产生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星海中心医院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同 甚至可以说整个星海远郊都和其他地方不同 这里其实才是真正病态的世界 他们似乎想要把每一个进入医院的人都给逼方 无论医生还是病人 诅咒医院最恐怖的地方 不是说杀害某一个人 而是彻底改变一个人 就比如说明胎 影子的出发点是追求幸福 渴望爱和被爱 但在遇到诅咒医院了之后 影子的世界被扭曲了 原本有机会获得救赎的孩子 变成了黑物世界里的凶神 他犯下了无数杀念 也承受了最痛苦和绝望的诅咒 而这一切的元凶就是诅咒医院 诚哥也不知道诅咒医院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现在需要小心的是自己千万不能被影响 从绑架鬼窝员工开始 诅咒医院似乎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诚哥想毁掉诅咒医院 诅咒医院又何尝不想彻底将诚哥变成病人 双方的恩怨纠葛从二十年前开始 横贯了生死两座城市 无数势力穿插其中 所有人和鬼都在等着这一刻 从门诊大厅走出 诚哥又进入了急诊楼 在血绒和员工都没有住的时候 他悄悄蹭了一下手指上的昏镜 小孙就在医院地下的某一个位置 双方距离很近 诚哥没有直接朝着小孙所在的位置走 而是继续按照原定计划搜查 一路上他也没有遇到一个活人 也没有看见一个厉鬼 直到发现了通往地下的入口 一号隔离病区就在这下面 我先给你提个醒 这里面非常危险 血绒的表情变得古怪 血红色的眼桌子里涌现出了一条条黑色细性 今天的医院确实有些特别 你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好 看着黑气息的通道 诚哥没有犹豫 快步走了进去 新海中心医院的地下建筑极为复杂 内部空间很大 到处都能看到扭曲的自己 空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 地面上扔着满是污迹的病号符和各种垃圾 通道交叉口处 偶尔还能看到静止入内的牌子 只不过木牌已经腐烂 上面还有指甲挖戳的 真凝痕迹 为什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难道是小孙干的 可小孙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做到清诚啊 诚哥在地下通道里走出很远 看到了一间间没有上锁的病逝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整座医院里所有的门好像都没有上锁 全都可以直接推开查看 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是隐隐感觉有些不对 要小心了 医院里气氛越发古怪 那种压抑的感觉逐渐变得强烈 就仿佛他们所在的这种建筑 正在不断地坠入深渊 而建筑里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再往前走 就是隔离病区了 所有被抓进医院的人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 都要先被送进隔离病区 血绒眼球转动 瞳孔里满是血丝 那你当初应该也被送进过隔离病区 你还记得隔离病区里有什么吗 诚哥怀疑医院的杀招就在隔离病区当中 隔离病区主要是用来观察病人的 帮助他们认知自己 等他病情稍微稳定之后 就会被放出 血绒没有回答隔离病区里有什么 只是介绍了一下隔离病区的作用 一个正常人怎么重新认知自己 一个本来就没有生病的人 他病情怎么稍微稳定 诚哥眉头皱起 隔离病区里到底有什么 诚哥没有告诉血绒 他发现小孙就在隔离病区当中 我是真的忘记了 离开隔离病区之后 我怎么都想不起来 在隔离病区发生的事 血绒不像是在撒谎 我只是知道 自己从隔离病区离开后 开始认同医院的理念 并且自愿留下来工作 你忘记了 诚哥回想明胎场景的最后阶段 他在埋藏明胎记忆的大楼里 也没有看到和隔离病区有关的东西 明胎的记忆直接是从搬进病室开始的 按照血绒所说 新人被带到医院 首先要被送进隔离病区 而不是安排病室 明胎也忘记了 自己在隔离病区的早域吗 诚哥继续往前走 周围没有一丝的光亮 也看不到一点的人情 他心里慢慢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诚哥继续医院的地下建筑 就和自己恐怖窝的地下场景一样 那种氛围极其相似 阴冷 恐怖 不断地制造噩梦 推析着各种负面情绪 总觉得黑色手机 和诚哥继续医院都想要打造同样的东西 但是他们选择的方式完全不同 来到走廊尽头 诚哥面前是通往地下更深处的楼梯 在楼道拐角的墙壁上 歪歪斜斜地写着隔离病区四个字 手指上婚戒传来的信息越发地明确 诚哥高度紧近 慢慢地进入地下二层 这里就是隔离病区啊 诚哥朝着楼道两边的病房看去 屋子里堆满了各种旧衣服和旧鞋子 有的款式甚至早已是绝版 是十几年前的东西 我在痴人所在的老医院仓库里 也看到过类似的场景 那个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子 当时那一幕对诚哥的冲击力挺大的 每一双鞋子似乎都代表着一个人 进入库房之后 他感觉货架上仿佛蹲着一个个死人一样 沿着走廊往前 连续几间库房都塞满了旧衣服 诸如医院 二十年来到底治疗了多少人啊 诚哥暂时没有发现隔离病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只是看到墙壁上病态的蚊子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 就算不去仔细看 那些东西也会印入脑海 空气中消毒水的气味 已经到了刺痛鼻腔的地步 更让诚哥警惕的是 就算是如此浓重的消毒水味 也遮不住空气中隐约传来的臭味 那种臭味他非常的熟悉 他曾经在明开门后闻到过 这是一种只有他才能闻到的臭味 小心翼翼地进入了隔离病区最深处 诚哥最终停在了一扇门的旁边 这里是医院地下四层 是臭味最浓郁的地方 也是婚戒感应最强烈的地方 小孙似乎就在那扇门的后面 证所医院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为什么偏偏把小孙留在门后 难道小孙已经暴露了 还是说不止小孙 诅咒医院所有的鬼怪都在这扇门后面 诅咒医院的情况太过诡异 成个不敢大意 他思考片刻 在推门之前心中默默念出了张亚的名字 身后的影子荡气涟漪 张亚也没有发现这座医院里有任何的异常 他没有感知到任何危险的气息 这似乎就是叶家很普通的废弃医院 有凶神压场 成哥的胆子大了很多 他事业血荣 过去将隔离病区最深处的这扇门打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